飘,刚又做噩梦了,睡不着了 特意注册了个小号 如果采纳,我不要任何奖励 也先声明,这不是故事 我不会拿白发人送黑发人来编故事 我要讲的这个,你听完会头皮发麻 不是因为恐怖,而是我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 在看完这个投稿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的压抑 并且有一种很沉重的无力感 来自网友黄花仁牵手 黄哥生活在一个北方的四县小城市 今年42岁 2012年结婚 婚后不久,媳妇就怀孕了 之后的每次孕检都非常的正常 四为啥都显示的特别健康 还是个男孩,全家都特别的开心 在黄哥爱人临产的倒数第二个月 黄哥的妈妈就开始准备给未出生的孙子做衣服 阿姨是开超市的 没人买货的时候就在店里做 突然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大姐 在小区门口打着块板子算挂的 到阿姨的超市买水喝 买完之后一直没有走,看着阿姨 那阿姨就纳闷,说大妹子有什么事吗 那位大姐看着阿姨说 大娘,我有一句话说了 您别生气行吗 那阿姨就很纳闷 说咱们都不认识,有什么好生气的 大姐就说 大娘,您这是给谁做衣服呢 那阿姨说 给我快出生的大孙子做的吗 那个大姐说 大娘,我告诉你 您这个孙子活不过三个月 她是来报仇的 那阿姨听完呢就很生气 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大孙子检查好着呢 你为什么要咒我 那个大姐就说了 你看大娘,我都说了 您别生气 我是真看出来了 看您面善 不说出来我心里不得劲 那阿姨当时呢 她心里就咯噔一下 抱着怀疑的态度 就问,那应该怎么办 那个大姐叹了口气 说大娘,没招 找上你们了,逃不过 说大娘,你珍重吧 转身就走了 阿姨当时心里呢 确实有个疙瘩 但是想想的也没太在意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阿姨基本上快把衣服给做完了 来来一个买东西的邻居 买完烟 突然就问 嫂子 你这是给谁做兽衣呢 那阿姨听完之后 气得心秃秃跳 说你会不会说话呀 那这么小的衣服 你看不见 邻居呢 这才反应过来 哎呀,嫂子你别介意 我忘了 这是给咱未来的大侄子做的 我这破嘴 说完呢 红着脸就走了 后来黄哥家里出完事 这个邻居到家里说 他第一次看见的时候 第一眼真的像一个兽衣 接连两天 整的阿姨就很不高兴 当时也跟黄哥说了 黄哥是体制内的 压根不信这些 很快到了预产期 最后一次产检 孩子也非常的健康 在年底呢 孩子就降生了 全家都特别的开心 过一年 突然有一天呢 家里人发现啊 黄哥的儿子 总是歪着头喝奶 喝一顿奶 上气不接下气 看着特别的累 而且脸发紫 开始呢 就以为孩子感冒了 后面呢 越来越严重 抱着孩子啊 去了儿童医院 当天是黄哥的爱人 跟黄哥的母亲 带孩子去检查的 黄哥呢 在家玩游戏 爱人呢 就突然给他打电话 电话里呢 就哭着跟他说 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先天性 心脏病 这辈子呢 黄哥都不会忘记 这个名字 叫完全性 心内膜垫 缺损 当时黄哥懵了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严不严重 于是呢 就安慰他的媳妇 说没事啊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放心 我们去大城市看 没事的 回来之后呢 在家里就观察了一周 当时大夫说孩子呢 必须要三个月以上 才能做手术 因为不足悦 心脏手术做不了 结果孩子呢 突然又得了肺炎 肺炎呢 本来是小孩子的常见病啊 但是伴随先天病 那就要命了 黄哥一家人呢 就去了省医院 当天就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在里面待了十天 后来呢 大夫就告诉黄哥一家 去北京 安征和府外 是先行病最好的医院 于是黄哥连夜开车呢 就去了北京安征医院 黄哥两口子和黄哥的母亲 在安征医院附近 坐了房子 每天呢 只有早上能听一下 孩子的病情 也看不见 那黄哥的爱人呢 一直信佛 早上听完病情 剩下的时间 他一直在附近的 一个佛殿里磕头 给孩子起伏 除了吃饭 其他时间一直在磕头 磕得都支不起腰来 店主都看不下去了 说姑娘 没你这个磕法 孩子最后呢 不是有事没事 你这个身体不完了吗 于是呢 说算了 我帮帮你吧 我让我师兄帮你看看 看你太可怜了 后来黄哥才知道 店主的师兄在北京很有名 不是有钱就能请到的那种 第三天 他师兄就来了 点了香 看着黄哥两口子足足五分钟 说孩子 你们俩别强求了 我给你问过了 你家孩子是来找你俩报仇的 他答应暂时放过你们俩 如果不放过你们俩 会让你们全家所有的钱花没 他才走 经过沟通 他准备走了 暂时的放过你们 你们准备一下 两天之内 他就走 两天之后 我再过来 说完了 这位师兄就走了 黄哥当时呢 还持着怀疑的态度 结果真的就是过了两天 大夫呢 突然给他打电话 说孩子的各项指标 支线下降 快来签病危 那黄哥两口子呢 就哭着往医院跑 刚到医院门口 大夫就出来说 孩子没了 真的就是这么的快 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这样料理了 孩子的后事 又办完手续什么的 一直忙到晚上 师兄呢 果然来了 说骨灰不能拿走 得去某个山 摔碎了 后续呢 就看你们的命了 只能帮你们到这了 就这样 过了两天 黄哥一家呢 从北京就回到了老家 心情呢 也慢慢的平复了 最起码还年轻 还能再要 那家人呢 也都劝 慢慢的 这个日子呢 一天一天的过去 以为这个事就这么 结束了 就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 突然有一天 黄哥开始高烧 一开始呢 以为是感冒 没有在意 后来呢 在诊所 打针吃药 都不见效 就去了医院 一检查是肺炎 让住院 就这么啊 在医院里开始治疗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而且越来越严重 后来呢 大夫又给拍了一次片 说什么都上了 还越来越严重了 都快白费了 再这样下去 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把黄哥给吓坏了 那再后来呢 是真的越来越严重 天天晚上啊 发烧40度 手都没有地方下针了 大夫呢 就跟黄哥的媳妇说 让转院 去省会的医院 因为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当天黄哥呢 跟媳妇就回了家 准备去省会医院 那就在当晚呢 很多亲戚都去家里看黄哥 二姨也从农村过来了 完了说大外首 我怎么看你 印堂发黑呢 不行呢 先找个师傅看看 也不耽误你去医院 就这样抱着试试的心态 第二天早上 二姨就带着黄哥两口子 去了一位师傅家里 是一位阿姨进屋之后呢 这个阿姨让黄哥 坐在佛像前 然后点了香 一句话也不问 也不说你想看什么之类的 直接把手 放在了黄哥的脉搏上 那阿姨呢 就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 突然就问黄哥 你们家里 最近是不是有个少王的 当时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黄哥说是的 紧接着阿姨就说 是一个婴儿 男孩 长什么样 穿什么样的衣服走的 黄哥一下就被震住了 因为阿姨说的 没有半点偏差 接着呢 这个阿姨就说 他来找你了 现在在你右边站着呢 他说你把他扔在了 北京的山上 说你以为这样 就找不到你了 其实当天 他就跟着你回来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阿姨就突然 睁开了眼睛 说孩子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他为啥一直缠着你 故意来坑你 让你家财散尽 你想知道吗 那黄哥就点头说 阿姨我想知道 阿姨说 之所以他来找你 坑你 害你家 因为三世前 你 你现在的媳妇 你现在的妈妈 把他家里人 屠戮殆尽 所以 才有了这段孽缘 我现在呢 可以给你斩断 这段英式债 但是阳式债 你得还 黄哥当时呢 就问阿姨 这个阳式债 得怎么还 阿姨说 孩子 这个不能说 你会慢慢的体会到的 说完呢 这个阿姨就起身 来到了黄哥的面前 取了之前上香的香辉 撒在了黄哥的头上 说了一堆听不懂的话 说完啊 用力的在黄哥头上 啪一拍 黄哥当时呢 一直是肺炎高烧 拍完那一下 从头开始啊 就像是有一股凉气啊 从黄哥的头上 一直到脚心散出去了 那种舒服啊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人瞬间就精神了 就上一秒 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拍完之后 感觉浑身舒服 完了呢 这位阿姨就说 你走吧 你俩的英式债两亲了 黄哥呢 在香台下压了香前 说谢谢阿姨 也没再问 就走了 路上呢 黄哥的媳妇就问他 感觉怎么样 黄哥脱口而出 不用去省会医院了 相信我 回去做检查 最后呢 黄哥在医院 待了两天就出院了 医生说黄哥 是他上班 这么多年见过的奇迹 白费快病危的人 居然两天出院了 最后呢 说下什么是杨世哉啊 在这之后的十年间 黄哥的妈妈 得了癌症 完了瘫痪 黄哥的媳妇 一共怀孕了三次 全部中途胎庭流产 有一次大出血 差点没抢救过来 那黄哥呢 和他媳妇 最终也因为一些原因 离婚了 黄哥的工作丢了 做买卖赔了两百多个 家破人亡 最后呢 黄哥想让我告诉大家 别做坏事 英国循环 报应不爽 真的有来势的